保持挺胸 接著把彈力帶往後拉 維持同樣的姿勢 首一次抓兩條彈力帶往後拉 一次做十下 慢慢增加到二十下 做原地上下樓梯的動作 你可以先往前跨十步之後 再往後跨十步 一開始要先學習原地向上跳 大家好 我是物理教師 Koby 不管你平常是喜歡打球 瑜伽 跳舞 太極 或者只是散步 這些運動在某方面來說 對身體都是有益處的 但運動和訓練是不同的概念 訓練最重要的是目標和效果 所以會根據你的目標 來制定一個長期的策略 舉例來說 如果你希望七十多歲可以爬高山 但你完全沒有運動習慣 那至少得開始規劃爬樓梯 或是肌力訓練來提升你的肌力吧 肌力訓練就像存錢 你把它一點一滴的存下來 存夠了之後就可以拿來用 只要累積了一點肌力 你就可以從小三開始爬了 在這過程之中 你可以設定一個合理的進度 選擇適合你的動作難度 比較容易達成目標 那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動作呢 第一個考量的是安全性 第二個是效果 那什麼是安全性呢 除非你是規律運動的人 不然對大部分沒有接觸過 肌力訓練的人來說 身體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 讓肌腱帶 關節變得更強韌 才能避免受傷 所以一開始盡量避免做太大幅度 太大重量或太高衝擊動作 建議選擇人體自然的多關節動作 像是蹲上下樓梯 浮地挺身等等 那要如何提升效果呢 一定得去健身房做重量訓練嗎 這沒有標準答案 有重量的話 肌力通常會進步的比較快 但徒手訓練也有它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選擇適合自己目前的動作強度 並且循序漸進增加強度 今天推薦給大家五種動作 分別是蹲 推 拉 寬 移 每一種動作模式都有五個難度等級 你可以選擇適合你的難度來做 你或許會覺得肌力訓練對你來說很遙遠 但每一個人都曾經是新手 無論你目前在哪一個階段 都一定可以找到適合你的動作 那第一個是蹲 蹲這個動作是我們從小時候在地上爬行 到某一天為了要站起來所必經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是一個人體自然的動作 對於大腿和臀部肌力的發展非常重要 那我們該怎麼蹲呢 按照動作難度分為五個等級 分別是坐到站 深蹲 公布蹲 後腳抬高蹲 和單腳蹲 第一集是坐到站 這適合所有年紀和體能狀態的人 椅子不要用太低的 從椅子上站起來再坐回去 你可以從一次十下三組慢慢進步到一次二十下 並且逐漸增加站起來的速度 或是拿個啞鈴放在胸口前面來練 第二集是深蹲 如果你不是很有把握的話 建議從迷你蹲或是半蹲開始 慢慢進展到深蹲 要注意的細節是 臀部響著向後向下做 背打直 膝蓋對腳尖 重心放在腳掌中間 你可以先從一次十下開始練 三組慢慢一次增加兩下 直到你能一次做二十下的深蹲之後 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或是拿點重量繼續練習 第三集是公布蹲 從這個動作開始會需要一點平衡感 兩腳打開與骨盆同寬 後腳的腳跟墊起來 把重心放在前腳多一點 讓身體直上直下 一次做十下 三組 慢慢一次增加兩下 直到你能一次做二十下 你可以選擇停留在這個階段 增加一點負重繼續練 或是進入下一個階段 第四集是後腳抬高蹲 也叫做保加利亞分腿蹲 你需要準備一個小凳子放在後面 把後腳腳背放在小凳子上 重心會放更多在前腳上 接著讓臀部向後向下做 身體的重量仍然要放在前腳上 一次做六下三組 如果越來越輕鬆的話 逐漸增加到十五下 你可以拿一點重量 或是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第五集是單腳蹲 這個動作非常需要平衡感 如果你單腳站立沒辦法超過十秒的話 建議先不要做 這邊提供兩個版本 你可以選擇站在高一點的地方 單腳蹲下時 另一隻腳懸空往前往下 手可以向前伸來保持平衡 或是做另外一個版本 把腳往後延伸 但膝蓋不碰地板 如果還不行的話 也可以先扶著牆壁練習 一次做六下三組 最多增加到十五下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推 推是上半身最常用到的動作 生活中像是推門 推購物車或是起床把自己撐起來等等 都需要用到推的力量 按照動作難度可以分為五個等級 分別是彈力帶推 棒式 輔助伏地挺身 跪姿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 第一集是彈力帶推 先把一條強度適中的彈力帶 繞過身體背後從腋下穿出來 保持挺胸 手抓著彈力帶把它往前推出去 再慢慢的放回來 基本上這個動作難度也取決於你使用彈力帶的重量 建議先從輕一點的開始 以你一次能做十五到二十下的重量為主 做三組 如果很輕鬆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二集是棒式 要做伏地挺身之前 我們得先有良好的核心肌力 才不會反覆折腰而受傷 所以你可以先用手肘撐在牆壁上 過程中要讓肩膀 髖關節和腳踝成一直線 腰部不能塌陷或弓起來 保持核心肌群出力繃緊 維持30秒 如果很輕鬆的話 就撐在椅子上 用同樣的姿勢維持30秒 最後是撐在地板上 用同樣的姿勢維持30秒 第三集是 輔助伏地挺身 你可以把它想成動態的棒式 只是會用牆壁和椅子來降低難度 全程都必須保持肩膀 髖關節 腳踝成一直線 腰部不能塌陷 手臂和身體的夾角 大約45度 先撐在牆上做 一次20到30下 如果很輕鬆的話 就到椅子上 慢慢從6下 8下 增加到20下 如果姿勢沒問題了 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四集是 櫃姿伏地挺身 櫃姿可以加深你的動作幅度 讓你的胸口更靠近地板 過程中必須保持肩膀 髖關節膝蓋成一直線 手臂和身體的夾角大約是45度 下去的時候速度要放慢一點點 再快速的推起來 你可以先從6下3組 慢慢一次增加2下 直到20下之後 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五集就是伏地挺身 如果前面動作都很紮實的做完了 應該可以嘗試做伏地挺身了 在量好的姿勢之下 盡力做到你能做的次數就好 有進步的話再增加一下或兩下 直到你能輕鬆做15下到20下就可以了 第三個是拉 拉是上半身相對比較少用到的力量 需要肩胛骨後手和背部的肌力 對大部分來說都需要特別加強 按照動作難度分為5個等級 分別是彈力帶水平拉 雙手的 彈力帶水平拉 單手 彈力帶下拉 輔助引體向上 引體向上 第一集是彈力帶水平拉 雙手 你需要準備一條強度適中的彈力帶 把它套在柱子上或是門把的後面 保持挺胸 接著把彈力帶往後拉 輕微的往後收肩加入 再慢慢的放回去 一次做20下3組 第二集是彈力帶水平拉 單手 維持同樣的姿勢 首一次抓兩條彈力帶往後拉 由於阻力加倍 你可以先一次做10下 慢慢一次增加2下 直到你能輕鬆做20下 3組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三集是彈力帶下拉 這邊可以分成比較簡單的斜下拉 和難一點的垂直下拉 動作和水平拉很像 只是要加一個肩胛後收 和往下夾的力量 你可以想像把一個東西 從很高的櫃子上拿到胸口 一次做10下 慢慢增加到20下3組 在這邊你可以選擇增加彈力帶的重量 繼續練或是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四集是輔助引起向上 這個階段開始會比較難 因為除了背肌 還需要一點核心的力量 我們會需要借助彈力帶的重量 把你帶上去 剛開始嘗試的話 建議用粗一點的彈力帶 腳踩在彈力帶上 在拉的時候 肩膀和胸口要打開 胸口往上靠近單槓 讓下巴夠槓就可以了 接著慢慢的放下來 不管你能做幾下 先做到快要沒力的前一下就好 直到你一次能做8下以上時 就可以換輕一點的彈力帶 反覆操作 直到能做15下3組 第五集是引體向上 從第四集到第五集 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很多人在這邊卡關了很久 但只要能突破第一下 之後就會容易許多 上去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握力 肩胛 擴背或腹肌的力量不夠 你可以個別加強較弱的部分 譬如吊著單槓30秒 彈力帶下拉的重量加重 或是逐漸減少彈力帶的輔助往上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之後會再做影片詳細的講解 第四個是寬 為什麼要把寬這個部位獨立出來呢 因為寬關節是一個球狀關節 它具備非常好的靈活性 同時又能承載上半身的重量 可以說是全身的力量中樞 周圍附著人體最大肌肉 臀大肌 不好好使用它就太可惜了 那該怎麼使用寬呢 按照動作難度可以分為5個等級 分別是橋式 寬腳鍊 單腳寬腳鍊 寬飛機 負重硬舉 第一集是橋式 這個動作非常簡單 非常適合每一個人 你只需要專注在臀部的發力上 抬起來過程中盡量避免挺腰 基本上就不會錯了 如果你一次可以做25下 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第二集是寬腳鍊 所謂腳鍊的意思是 兩個東西以它為中心點做移動 所以寬腳鍊會以寬為中心點 讓上半身和下半身對折 建議你用一根棍子來輔助 把它放在背後 讓後腦勺 背部 尾椎骨 三個點貼著棍子 然後把臀部向後推 膝蓋圍彎就好 直到你能感覺到大腿後側被拉緊 這就是你的極限位置 差不多就可以回來了 過程中不要讓這三個點離開棍子 一次做20下刪除 大部分的人是因為柔軟度不夠 所以彎不下去 如果你的站姿提前彎 碰不到地板的話 代表大腿後側太緊了 平常可以多拉緊 第三集是單腳寬腳鍊 這是寬腳鍊的進階版 站立腳先膝蓋微彎 另一隻腳膝蓋伸直向後踢 一樣可以想像背後背著棍子 三個點都貼著棍子 如果站不太穩的話 可以稍微扶一下旁邊 在最低點停留10秒 左右各時下三組 第四集是寬飛機 如果想要發揮寬關節百分之百的功能 那就不能忽視寬關節的外轉和內轉 這動作也可以用來訓練膝蓋的穩定度 我們先以右腳寬腳鍊開始 右腳站立維持不動 然後把上半身和左腳同時轉向左邊 這時候你的站立腳相對骨盆是外轉的 再把上半身和左腳同時轉向右邊 這時候你的站立腳相對骨盆是內轉的 如果你做對的話 應該會感覺到站立腳的臀部非常痠 但如果很不穩的話 你可以扶著椅子坐 左右各時下三組 第五集是負重硬舉 如果前面動作都做得很熟悉了 當然要好好發揮一下臀部的實力 建議開始拿重量來練習 你可以選擇狐鈴、啞鈴或是槓鈴 甚至彈力帶也可以 就是以寬腳鍊的方式來做硬舉 但是如果你想拿比較重的話 還是建議請教練知道 會更事半功倍喔 第五個是移動 移動指的是身體重心的轉移 像是走路、跑步、上下接踢 但是大部分的肌力訓練都是在原地做的 也就是你的身體並沒有學習到如何轉移重心 所以這邊我推薦五個簡單的移動訓練 按照動作難度分為五個等級 分別是上下階梯、跨步蹲、跳躍、腳互蹲跳、側向移動 第一集是上下階梯 先找一個矮階梯做原地上下樓梯的動作 要注意把重心轉移到前面的腳 如果連續20下都不會累 你就可以再找一個高一點的階梯 大概是膝蓋高度就可以了 反覆做一樣的動作 左右各20下三組 第二集是跨步蹲 這是公步蹲的升級版 所以最少要把公步蹲練好 再來做跨步蹲會比較好 你可以先往前跨十步之後 再往後跨十步 往前跨步的時候要把重心放在前腳多一點 後腳膝蓋不碰地板 想要進階一點的話可以拿啞鈴來做 第三集是跳躍 這是深蹲的升級版 一開始要先學習原地向上跳 手臂擺動可以幫助跳躍 然後穩穩的落地 腳尖落地瞬間要讓臀部向後推 避免過度使用膝蓋 一次跳六下三組 接著就可以練習往前跳 每一下都分開做 不需要跳太遠 一次跳六下三組 第四集是交互蹲跳 這是跨步蹲的升級版 只是要加速往上跳起來 手臂順勢向上擺動 同時在空中換腿 然後穩穩的落地 連續跳六下三組 第五集是側向移動 這個動作和之前四個不太一樣 它比較著重在橫向移動的穩定性 至於移動的距離 可以先抓一個步伏就好 隨著穩定度提升 再慢慢增加移動的距離 一開始你可以先練習 快速往側邊蹲下 再迅速彈回來 等比較熟練之後 再做單腳的往右跳 再跳回左腳 它是一個加速減速 再加速的過程 要注意膝蓋和腳踝要穩穩落地 避免扭傷 一次跳六下三組 這集影片的目的 並不是要大家放棄原本喜歡的運動 而是透過更全面的肌力訓練 來強化自己不足的部分 不管你現在狀況如何 一定都有你可以做的動作 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我會建議五種動作都要練 讓肌力能均衡發展 一個禮拜安排兩到三天即可 當然如果你想增加更多肌肉量的話 那增加阻力的強度和訓練量 會是更有效率的方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以下留言 我是物理之教師Kob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我們下次見